真正最菜的是我 我是天菜 入围两项金钟 难掩兴奋心情 终一天往吴宗宪 近来喜事多 大女儿吴珊如和二女儿Vivian 拥有幸福婚姻 各自怀孕 即将当外公的她 满怀感谢 我的这个财能平庸相貌 也是普通 但是 难得喔 这真的 然后我觉得上帝给我的 已经超越我能耐 所能得到的 所以日后的每一天 多获得的 统统是非常的感谢 60岁吴宗宪能拥有 两个外孙很开心 希望让好运延续 敲响金钟夺奖 而主持搭档露露 被影射是心机 双面大咖女星 吴宗宪也帮忙还家 一次一个人常说 这个终于结婚就很像雷台 你来我往 但有时候会误伤别人 那这时候我也不在 那个雷台上 被误伤了 他根本也不认识 那个泰拳美女 那讲一讲 他何必一个萝卜一个坑 你总不能因为 鲁鲁的脚像萝卜 硬是把它摆到那个坑 吴宗宪说了解鲁鲁的为人 认识八年都始终如一 没有双面人 而KIT开了火锅店 为在新竹的加盟店出包 点和牛端叫料也道歉 昨天其实这两天都一直都有在处理 然后后来也发现总店的这个人手也 下去的话总店会不够 所以我就直接再新的决定 就是说那就是新竹店先暂时的停业 然后让他就是准备到最好的时候 然后再重新的开张这样子 KIT说身为负责人的他难辞其咎 有亲自联系当事顾客 承诺会把营运状态恢复到最好 才会开始营业 TVBS新闻 言锐声张 启文SV小组台北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